屏東里頂大橋端午節凌晨驚傳 車輛墜橋 駕駛噴飛車外一度失去呼吸心跳 白色休旅車從橋上掉下來 整台全毀 車頭重摔輪胎都不見 前面橫切剩半截 但事故到底怎麼發生的 飛到中的地心板 休旅車疑似先撞破橋墩 才飛沖墜橋 又一間刺器發現它的最後蹤跡 被懷疑是車速過快 上橋後失控撞電線桿 還飛越護欄 從三樓高的橋上墜落 車子氣囊炸開 駕駛被摔飛出去 綜藝後不治 流星南駕駛71年次 駕駛自小客車 沿嶺嶺大橋由東往西方向行駛 不明原因自撞橋墜後墜橋 現場沒有呼吸心跳 詳細原因能帶警方釐清 實際回到橋上 車子撞破橋 剛梁裸露 從這缺口連人帶車墜落十幾公尺 駕駛被狠狠拋飛 事故原因還帶釐清 記者張春華屏東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lev摩小鈴鐺 наж